我忽悠一些什么人 秀山圈不就是忽悠吗 忽悠那些品位不如他们的人 所以他们的交往的目标 就一直是在向下看 你发现了吗 他很难向上看 因为你上面的人不看他 就算你的品位不如你上面的人 但是只要你克制住 你能给他一个非常美妙的词 这个词叫做神秘 第二点 我说你该克制 但是你就特别想获得人们的赞美 你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办法 一点都不喽 这个办法叫做闷骚 我给你们讲讲闷骚的力量好吗 内秀的力量 曾经初中的时候 我在 当然绝对不是在淘宝买的 买了一件假货 李维斯 我知道它是假货 所以我不敢秀山炫 我不能唐尔黄之地穿出去 我就把它藏在校服里边 这一藏不知道 就在这个客间操的这个情境之下 旁边人透过我这个校服的拉索 看到里面有几个字母 L E V I S 然后说 哎妈 姜斯达大家特别的有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幸福的孩子 我觉得这就是两种花的区别 这两种花是怎样的 我们特别期待说 在那种你人气罕至的地方 看到物资开放的一朵花 你说这种花好美 秀晒炫的花是怎样的一种花 春天来到了 所有的翅膀全插开 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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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里全是这样的花 这样的花不值钱 闷着的花才值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克制秀晒炫 我选择内秀 是因为我认为 我生命的价值在于被发现 我选择秀晒炫 我发现我生命的价值在于被揭穿 这个就是其中的区别 我选择该克制 为什么 因为我会发现 我和这个世界的互动是怎样的 要不要中间加一层滤镜 要不要加上一个镜头 我觉得不要 我觉得我要直接地看这个世界 我要用肉眼看这个世界 我不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滤镜 各种各样的美化来看到这个世界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最真实的互动 真实是什么 真实是发现你可以喜欢 只有这个积菜馅的包子 你可以说那个米其林的厨师 只不过是媒体吹捧的一个产物 其实你可以说 啊 希腊的这个媒体 在这个镜头下是漂亮的 但是你回身望去 那些民房和你残破的家乡 别无二致 我觉得这些真实 才是我们需要的 不是吗 所以到最后我会发现 我曾经看山不是山 而今我看山还是山 我不想说秀晒炫的人都是low g 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如果你不克制自己秀晒炫 只能说明你还小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哈哈哈 发生了